然后大家每次见面都说 你知道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什么 你苍苍了 不会吧 其实不是说你别的 就是你的眼神里和你那种 就是比如说第一步的时候 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合作 对 然后包括有一些声色感 那其实也是第二次 就像来到亚敦直播间一样 第三次了 大家就比较熟了嘛 然后也都是比较有默契了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老朋友 所以大家就开玩笑就说 你苍苍了 梦想的职业 在做演员之前 你的梦想之间是什么 演员之前就是 就是 抗营 就是类似那种 这样的 也可以 开玩笑 梦想的职业 就是小时候就有当演员的觉悟 真的 多小的时候 大概在 就是 你知道小时候 我还 那会儿我还 我没什么意识 我妈把我抱出去 然后抱出去 他就说 你看这孩子 这小孩真可爱 对 这小孩真可爱 以后是要当明星的 然后后来 然后我长大了之后 就觉得 哎呀 我要是有一天 我能够拍戏就好了 然后后来想着想着想着 哎 就还真拍戏了 那你应该去 感谢当时 感谢当时抱着时候来说的这个人 感觉是个预言家 不是 我觉得人家也就是 客套客套 真的吗 就看谁可能都这么说 哎 但是可能就是 比如说每个人都这么说 总有一个 哎 会成为这样的 是吧 好 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我的拿手菜 拿手菜就是 哎呀 太多了 拿手菜 黑暗料理吧 黑暗料理 要期待一下 到时候再多出一些烧菜的vlog 呃 大家 大家好 呃 我是张云层 这也太官话了 就是 文道行 和大家一起联 哦 明白 那除了这个方言之外 还有什么 你会学的方言 或者说听朋友之间 大家一起拍戏 哎 觉得这个话挺好玩 你还学会了 其实我生活中 我还挺喜欢说各种各样的方言 嗯 但是现在不是在直播间吗 哦 就我怕万一说不好 大家黑我 不会 反而觉得你很可爱 就是 哎呀 就是挺丢人的 学不好 你要不说我的方言 这儿 你愿意尝试吗 说 我学一下 我学一下 嗯 嗯 嗯 亚登真的老好用了 亚登 真的老好用了 真的 老好用了 老好用了 哎 对 可以可以可以 老好用了 对 很好 亚登真的老好用了 是吧 厉害 所以到现在应该差不多有 嗯 七八年的时间 你觉得你自己心态上 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心态上 嗯 就有点像小时候的心态 啊 是 就什么呢 就是小时候演戏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演戏 你也不知道说演的好不好 或者类似怎么着 就觉得哎 拍戏挺好玩的 嗯 你拍戏挺好玩 然后在组里就更多就是 哎 跟大家聊聊聊天出去逛一逛啊 然后体验不同的东西 然后在中间上完大学之后 然后你再出来拍戏 你就会经常的说 哦 我这块我要怎么去做它 然后或者怎么怎么去有一些设计 或者类似怎么怎么着 嗯 然后现在我就信奉一个道理 也不是信奉一个道理 就是自目前的阶段就是一句话 叫演不好还演不坏吗 演不好还演不坏 对就是随心所愿你就放开嘛 就更加放开的 你想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更加遵从自己的内心 所以在演技方面呢 就是你觉得你的感性成分占多一点 还是理性会占多一点 感性层面会多一点吗 我觉得近来我越发的感性 哦 嗯 以前我觉得还挺理性的一个人 但是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 嗯 我记得你前采访时候说 你会经常在角色中 就是把本我和角色 这两块是去无限接近 但是会彻底去重合吗 现在会觉得说 这个角色得长在我身上 还是说我只是去无限接近它 但是其实还是有剥离的 就是以前 以前对于比如说演戏的话 你很简单 你就像 你去庐山 嗯 然后你可能开着车远远的 你能看到它什么样 但现在你就是身在庐山 嗯 你已经分不清了 嗯 就是 对 只原生在此山中 对 看山不是山 看山还是山 哈哈 好 你自己去误啊 我就知道 反正我们星辰是挺喜欢研究哲学方面的一些 选择哲学还是数学 哲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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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